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让乐老师我去做的话呀 我首先不会去试 先干嘛呢 先呀 要来算一算 究竟这两堆总和分别是多少 好吗 所以呀 我们的思路要很清楚 磨刀不误 后面你们告诉我 砍柴工 对吧 好 思路分析 先算总数 宝贝们迅速报数 来吧 左边总数是多少 一二三合在一起 是不是六呀 好 再来呢 这边呢 六加四你看看 我们就可以凑整了 好 朋友先去算 那六加四是十 十加二是十二 对不对 算完总数 算完总数 然后怎么办 请看这里 再找差值 对吧 好 那接下来跟着乐老师 我们共同来看看啊 左边这儿是六 而右边这儿是十二 那么他们之间相差多少呢 十二 怎样 减掉六 应该是六 对吧 相差六 那好了 有同学就想 那乐老师我就找呗 找一找这个球 相差六的那个 我一换不就行了吗 千万记住 你多不少 对吗 那如果咱们再去找的时候 我们此时可就得找什么了呀 哎 可就得找那个相差几的 相差三的 对吗 换句话说 注意了 这一堆我需要给你增加三 没错吧 而这一堆有点多了 我就需要给你减少点 没问题吧 那好了 你还记得吗 叫做多余的给半 对吧 所以简单来说 三个字 那就是给一半 记住了吗 好 那实际上 我们此时只需要找一找 那个相差三的就OK了 所以呀 通过观察 我们来看一看吧 好吧 这边是三 那这边有没有跟它相差三的呀 哦 有的 你看看 这是三 这边有个六 对吗 那三跟六如果换的话可不可以 我们来思考一下 行不行 那六要过去的话 这边就多了 三变成了 九 真棒 那三要过来 这边就少了 三变成了 九 可不可以呀 哎 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这道小题 一种方法我就想出来了 但是你现在别着急呢 再来思考还有没有其他的换法 哦 我再找找啊 好了 这是一 对吗 那我们来看看这边怎么样 这边刚好是个四 而且这个四要比一怎么样啊 要大的 对吧 这两者一换的话 我会发现怎么样 哦 太漂亮了 这两个一换 哦 你看看满不满足要求 也是满足题目要求的 对吗 好了 再看看 这要是二的话 注意了 那这边有没有跟它相差三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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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所以呀 这道小题我们会发现 哇 几种想法呀 两种 对吗 OK 来看一看解题过程 方法一 走 一跟四换 哎 换过去了 检验一下是否相等 是的 再来 方法二还可以怎么样 好吧 三跟六 闪一闪 交换了位置 很好 这道小题我们先分享到这儿 来吧 时老师点睛 分堆换问题 记住了 这个实际上也是一多不少 同学们 步骤 第一步先算总数 那第二步 最大最小之间找一找插值就OK了 宝贝们 如果刚才那道小题你听得非常清楚的话 那么拓展应该做得特别的快 我们共同来思考一下 下面三组数的核各不相同 请你只调换两个数的位置 是这三组数的核都相等 好了 乐老师题目已经读完了 请大家注意了 本题变成了三堆了 对吧 同样的道理 先干嘛 先去算 然后再找 插量就可以了 好吗 现在呀 请大家暂停视频键 时间交给你了 宝贝们 怎么样 想清楚了没有 没尝到好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 好不好 刚才特别棒 乐老师没有看到有一些同学上来 哦 老师我试试看吧 没有 对不对 记住了 先要来算一算 然后再去试 审题要点 分堆换位置问题 好 再来思路分析 我们要先算算总数 然后再找找差值 对吧 好的 那接下来解析过程 同学们迅速报数 低堆合为得少 四跟六合在一起是十 十加五得十五 对吧 好 再来这个呢 八跟二是十 十加一得十一 好 再来这个呢 哦 这里面注意了 四加二得六 六加七得十三 我们算这个总数的目的 注意了 那我们得确定一下 究竟让哪一堆跟哪一堆去换 对不对 一多补少 自然要是多的 给少的 从而我就确定了 要从这两堆里去换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注意了 我要来思考一下 先找到总数 然后算算差量 十五减十一等于四 对吗 那接下来给一半 我只需要怎么样啊 我只需要找一找那个相差二的就OK了 对吗 所以接下来准备了 找找相差二的 有同学一眼就看出来了 乐老师 四跟二相差二 OK 那我们来看看行不行啊 一多 五少 如果四跟二去换的话 我们来思考一下 那么它就会变得小一点点 到了十三 而它怎么样 过来了四 注意了 相当于加上了个二 也变成了十三 对吧 我们知道 这是满足题目要求的 好了 还有一些同学 我隐约听到 乐老师 还有呢 六和八不是也是相差二吗 但是你要看看行还是不行啊 同学们 你们来思考行不行 有同学说老师不就相差二吗 六跟八要换的话 八过来 我本来你就大 那现在八过来你就会变得更大了 对吗 而六要过来你就会变得更小了 所以不行的 好 那这道小题正确的按 我只需要四跟二换换位置就可以了 每一堆它的和就是十三 对吧 好的 这道小题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宝贝们 你听明白了吗 来 石老师点睛 记住了 分堆换位置的问题呢 我们的思路 先算总数 先算总数 再找差值 开行课间 巧一西瓜 鸭妈妈把九个西瓜分成三堆 每个西瓜上都贴有号码 表示重量 鸭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三堆西瓜的重量不相等 谁能移动两个西瓜 使三堆西瓜的重量相等 谁就先吃 老大走上前 把二号瓜放到了第二堆 搬起一号瓜 要放到第三堆 妈妈说 不对 不对 老二走上前 把五号瓜放到了第二堆 搬起八号瓜 要放到第一堆 妈妈说 不对 不对 聪明的小朋友 你知道怎样移动才能使下面三堆西瓜的重量相等吗 请大家暂停视频见 好了 宝贝们 如果你知道了答案 赶紧告诉我老师吧 我在群里等着你哦 群号110933611